我曾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庄生活多年 当时那里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 我那时就认识到 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中国减排行动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尽管任务极其艰巨 我们将吃而不惜 为全球绿色转型做出贡献 感谢观看